Super Junior希冊出道已经迈向16年 他一般偶像的甜言蜜语不同 从刚出道开始 希冊就一直向粉丝坦诚的说过 在爱他之前请先爱自己 要把自己的未来放在第一位 这样的圆间清醒也影响了粉丝们的价值观 最近有综艺节目邀请希冊粉丝到他的家乡旅行 其中一位15年老粉丝直率又搞笑的对谈 连偶像都甘拜下风 像说年轻时觉得哥哥做什么都喜欢 现在却只有更多的担心和唠叨 像是小喝点酒或是剪剪头发 完全就是妈妈心态 比起去京希冊相关的地方巡礼 更想好好在江源道旅游 就连在选最适合当旅游大使的人时 还一秒抛弃自家偶像选择离动序 在希冊住过的破宿舍和六星级饭店之中 无条件选择后者 直呼追信多年误得的真理 就是自己是最重要的 让京希冊都远不住感叹 不愧是我的粉丝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